5点钟,准备要来啦,倒数计时,来看一下这个夜火弗雷姆新版的是什么技能,现在是4点59分 OK,这边有很多杰洛斯啊,像这种账号呢,就是他都是上来领一下资源有没有 好了,夜火弗雷姆是不是出来了呢 我们到图鉴去,UR角色,哈伊尼亚真的是有啊,夜火弗雷姆,然后他这个地方是特别的帅 对吧,长得特别帅,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样子 哇,这样子可以啊,其实狂人青虫图有改了几张图片,我给你们看好不好 有点白痴啊,有点白痴,嘿嘿嘿嘿 有什么好笑的,好了,来看技能了,我等到5点钟 特化左招全面辅助,上次那个图片出来的时候,我有看到,不过详细我们看一下 6834095跟前面是一样,不过速度的话是偏慢 啊,不对不对,他是偏快哦,这个105106他是到116去啦 好,那普通攻击的话,一样是维持单体120% 另外一个绝技的部分,对整排目标三连级900% 900%是很痛的一个伤害哦 你三连级900%那跟原子武士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原子武士 好,我们塞原子武士,有没有,他五连级 比原子武士还痛,他比原子武士痛一点,然后每一段攻击有50%给敌方多一个特化左招 我都好希望弟弟王能够回来,然后一起烧烧烧烧,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哦,梦境弟弟王,有100%的概率使敌方所有的目标降低啊,降低对方的暴击率啊 那你用一波流的话,你给人家降暴击人家怎么玩啊 回合开始的时候,哦,他这个有100%可以是降低场上的治疗率 哇,对破洛斯,你克制破洛斯啊,那弗雷姆是必抽了 你要玩破洛斯的话,先要去克制人家,你这个是变成必抽了 然后他还有顺伤3B,好,60% 永久增加自身一点点的生命值 然后觉醒被动自身级队友永久获得缓冲 这个缓冲是新的,任意角色行动解除一名队友的晕眩或特化晕眩啊 哇,你直接给温德下马威啦 对不对,这个晕眩跟特化晕眩解掉的话 你等于说,你不要说新版的啊,很多角色都给他下马威啦 啊,弗雷姆是必抽的 这个是必抽的,这个幅度角色很厉害 是吧,不过如果是新童主冠军派的话,可能不见得是厉害 然后关联的话,是旧版的弗雷姆狼牙的一个项链 诡计的勋章,狼牙伤炼普拉斯 所以在普洛斯的核心呢 他的尾巴现在诞生了一个弗雷姆的角色 应该是要准备收尾的 他给他去降了一个性能 通常降性能就说明这个核心快玩完了 那么你还没有抽这个普洛斯核心的呢 之前都想说怎么没有了,有没有 按照这个顺序的话 十二星座应该是有两只核心角色 我个人是倾向于 可能最多还要再等四个月吧 我觉得最多是等四个月 最快有可能再等两个月 有一点可能我也不确定了 有可能普洛斯他直接到尾了嘛 对不对,这都会有三种可能 好吧,那结果今天的影片比较短 那我们也等到五点钟 赶快给大家介绍了 超凡 上线助力啊 哦,操作的工具箱啊 你要增加的 有没有这个最新的一个改版讯息 啊,这游戏是更新了 更新了 然后我们本来这个账号是梅娥嘛 那增幅卡一看 有没有看到改造变,改造效果是这样子 进阶,要拆掉 可以马上变成这样子 嗨呀喂,嗨呀喂 随机获得经验属性 然后再可以去刷其他条 好了,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